1978年之前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计划经济体 一些物资的生产和分配全部由国家来调控 那时候全国所有的工厂就像一个个车间 国家计划委员会相当于一个调度室 总理相当于总厂长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一个高度集中的体系中运作着 比如说要开一个煤矿 需要多少木材多少钱 如何运输每年要开采多少煤 所有的一切事无巨细 全部要由计划委员会去测算调控下计划 然后再去和管经济的管林业的管运输的部门去协调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这样的做法看似紧紧有条 但实操起来最大的问题显而易见 就是非常非常的没有效率 往往只是一个计划大会就要连续开上好几个月 所以如果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比喻成一列火车 那这列火车到了1978年已经复众难行 必须要开辟修建新的轨道 而这条新的轨道就是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的意思也就是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 从之前吸赖中央调控的力量 改为顺应市场的潮流和发挥群众的智慧 不过这如今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步 在当时则走得小心谨慎 甚至步履为奸 前面说了 此时的中国是一列正在变轨的火车 而这个过程也必将伴随着钢轮摩擦铁轨 发出巨大的声响 不过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此时火车上大部分人并没有听到 只有火车头里的司机和少数机民的旅客意识到了 这里少数机民的旅客就有日后联想集团的创始人 柳传志 1978年 柳传志已经34岁 和旁人相比 他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担任工程技术员 他每天上午喝茶看报和保安聊几句闲天 可别人看着轻松 这种活法却让这位日后的商业大佬觉得枯燥乏味 没劲透了 直到这一年的11月27号 他在人民日报读到了一份让他激动不已的文章 文中说的是如何通过科学养猪来增加收益 柳传志之所以激动 是因为之前养猪挣钱这种事 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是绝对要被割掉的 而现在居然看当在了人民日报上还大肆宣扬 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信息 柳传志隐隐感觉到 国家的气候可能真的要变了 也正是这篇文章成为了他日后辞职下海 创办联想的原动力 和柳传志相比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当时还没有下海的想法 他那年33岁比柳小1岁 他的身影之所以在这一年出现 是因为一个叫全国科学大会的大型会议 那时邓小平上任后召开的第一个大会 一共有6000人参加 35岁以下的只有150多人 作为当时解放军派出的代表 任正非就是其中之一 他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 而意外受邀 此时对他没有柳传志那么敏感 还在为父亲的平反和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 而且他也更不会知道 他10年后会来到深圳 以2万元的启动资金 创办出如今市值万亿的华为 1978年的大事有很多 其中有一件就是全面恢复高考 高考其实在1977年就已经部分恢复 不过当时时间很紧 弄得手忙脚乱 所以真正大规模的全面放开 则是在1978年 最后录取了40.2万个大学生 他们中大量的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重要脊梁 他们也因为高考在随后的起十年里 与祖国相互成就 比如当年还在辽宁铁路局当工人的马卫华 考入了吉林大学经济系 20年后 这位铁路工人成为了招商银行总行长 北京176中学的老师段永基 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年之后 他创办了四通公司 成了曾经中关村风靡一时的传奇人物 还有四川成都的刘永好三兄弟 也在那年参加了高考 三人都过了分数线 不过因为出身原因 均没有被录取 之后三人办了一个小养殖厂 20年后 这间小养殖厂不断扩张 成为了体量惊人的新希望集团 兄弟三人也一度成为了中国首富 南方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中 黄鸿生 陈伟荣 李东生 是三个关系很好的同班同学 他们在学校时都很不起眼 但谁都想不到 这三位好朋友 日后分别创办了三家公司 康家 创为 TCL 占据了全国采电业的半壁江山 高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就像是一把梯子 既是这些考生的梯子 也是中国的梯子 为个人和国家 都提供了一种往上走的可能 当然高考虽好 但还是有一些企业家 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 此刻的他们 还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 上演着他们自己 都未必清楚的 曲线救国的道路 1978年 四川万线的牟奇钟 还在狱中 他入狱的原因 则是因为他写了一篇 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 这位颇具 癫狂气质的四川人 有着别人无可复制的传奇一生 在前段时间的十三腰中 还被许致远评价为 用金钱 书写人生的当代艺术家 狂想家 牟系中 1979年出狱 他没有选择高考 而是办起了一个销售部 之后又把这个小销售部 变成了南德集团 再然后就完成了 用罐头换飞机的壮举 并成为了风光一时的中国首富 当然没过多久 他就又获得了一个 中国首片的名号 并再次入狱 那一年的内蒙古 一个叫牛根生的孩子的养父 去世了 这个孩子的生世因为气苦 出生刚一个月就被卖掉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姓 养父是养牛的 所以让他姓了牛 这年养父去世后 他接班也当起了养牛人 放了五年牛 他最终厌倦 于是去了附近 毁民奶制品厂当刷屏工 这一干又是足足16年 再然后 他就自己创办了一个小奶制品厂 而这个小作坊 日后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 猛牛集团 1978年的南方深圳 改革开放的春风 还没完全吹到这里 在当时某个建筑工地的竹棚里 有一位27岁 叫王石的文学青年 十分郁闷 他的工作是广州铁路局工程舞段的排水技术 每月领42元工资 钱不多 但却要忍受着牲畜的恶臭和文艺的叮咬 王石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说道 当时一到晚上 亮衣绳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苍蝇 灯光一照 人都起起皮疙瘩 那时的王石是个头头的文艺青年 喜欢看书 喜欢学英语 偶尔还去广州友谊剧院 听听音乐会 不过他最想干的 还是赶紧离开这个臭红红 又让他糟心的深圳 后来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在他十分讨厌的深圳 他创办了日后的房地产帝国 万科 给无数家庭提供了 没有生出恶臭 文仇叮咬 但却异常昂贵的房子 再然后 他还是不改文艺青年本性 又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取了让他后半生 鸡飞蛋打的田府郡 个人的成长史也许伴随了 一定的机会与运气 但整个国家的命运 却必须要脚踏实地 尽管如今回头来看 崛起 腾飞 转轨等字眼 让人觉得振奋 可不得不承认的是 如果把当时的中国 放在世界发达国家的面前来对比 他的现状的确落后的让人吃惊 当时没有私营企业的概念 所有的工厂都贵国有 而这导致出来的问题 也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工人毫无积极性 这一年 华盛顿邮报某记者 在实地探访桂林一家国营工厂后 曾发表了一篇 《中国工厂观察记》 文中他说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 就是工人们 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 而这种磨洋工态度的来由 也很显然 这是工厂管理制度上的严重缺陷 据他了解 桂林私厂有2500多名工人 却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而且甚至这个职位 还是可以世袭的 工人们犯了错 偷了懒也不会被开除 自然是有恃无恐 除工人机器性之外 工厂的硬件设施也十分着急 当时一个日本记者 到重庆炼钢厂考察 发现这里最新的炸钢设备 都已经使用了几十年 而且他甚至还发现了一台 140多年前的设备正在使用 一开始 这名记者还以为是看错了 直到工厂负责人 明确地告诉他 没错 因为质量好 所以一直在用 1978年 日本还做了一个中国飞机 为什么老是停航的调查 结果顺着航班信息 一路找来了哈尔滨 发现这里的机场 根本没有水泥跑道 飞机的起落 都是在草地上滑行 还有上海的某集成 跌路工厂 因为厂区内 环境恶劣灰尘太大 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 一大半不合格 根本卖不出去 另外因为高考的停滞 各工厂里的人才 都亲黄不接 全线高级 比如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 31名记师 他们的平均年龄 居然达到了56岁 毫无疑问 当时的中国是落后的 所有尴尬的数据和仇人的现状 都明确告诉了我们 我们之前的那条路走不同 穷则思变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 我们的外交政策上 也在这一年陡然转向 我们要发展经济了 要开始向发达国家 学习经验 以及建立合作 这一年 我们的各大领导人 开始广泛地走出国门 访问与考察 其中最有代表性 一眼最深远的 就是邓小平访日 当时的日本经济方面堪称世界之点 恰逢七八十年代 西方国家遭遇石油危机 经济危机 抓住机会的日企 凭借良好的企业管理与技术创新 一举着导了全球市场 日货一度败占了全球市场30%的份额 美国人甚至惊呼 八十年代的日本人 足以买下整个华尔街 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 这个二战之后被炸成一片废墟 之后又短时间内迅速崛起 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 显然很有借鉴和学习的价值 邓公1978年10月率团访问日本 在那里他见到了真正的科技生产线 双画面电视 录像机 传真机 微波炉 以及早就翘首等待着他的日本经营之神 83岁的松下新之助 显然这次出访让我们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 但同时也让我们找到了追赶的目标 另外邓公这次出访也颇具照商意味 第二年松下新之助便前往了新中国 并带来了不可估值的合作协议和示范效应 在松下新之助打了头阵之后 其他的日本公司蜂拥而至 日本也成为了第一批来中国市场的外来偷黄者 访日之后 邓公的下一站就是访问新加坡 访新加坡的意图也很明显 就是想学习他们怎么招商引资 新加坡弹丸之地 却能在各大国之间游日有余地利用外资 发展本国经济 并且很早就成为了亚洲最繁华富裕的地区之一 而这对于决心开放的中国来说 同样是重要的经验 邓公的访问给当时的新加坡总理 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邓小平是我见过的领导人当中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 却是人中之节 这两次访问过后 在年底的中央会议上 对中国经济制度早已深思熟虑的邓公 创造性地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理论 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 当时他一口气列举了许多城市 其中第一个就是深圳 也是年底 大洋彼岸的美国时代周刊 把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 称其为新中国的梦想家 显然中国这艘巨轮 在这一年的年底开始 终于要扬帆远航了 除了以上 1978年最值得一说的地方 其实还有农村 某种程度上来说 那一小部分根本没考虑国家风向的农民 反而意外成了这套时代列车上 最精明的旅客 并在历史的机遇下 引爆了一场宏大的农村改革 11月24号 安徽凤阳小港村的一间破草屋里 18个普通的农民 偷偷签订了一份特殊的契约 他们杀穴为室 宁愿坐牢杀头 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 这些农民态度如此坚决不是没有原因 人民公社制度的低效率低产出 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甚至每年秋收后 很多家庭都要出门讨饭为生 换句话说 这些农民已经实在没辙了 所以下定决心 不管后果如何 一定要分田到户 自给自足 显然包干制极为成功 非但没有人因此坐牢 并且第二年就迎来了粮食大丰收 范家销亲了工粮 还了贷款 他们的大包干经验 还被推广到安徽全省 并迅速蔓延至全国 那张当初看起来极为反骨的草物契约 往后给整个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 可谓是深远又巨大 除了小岗村的包干制 数百公里之外的江苏华西村 被地里也有大动作 富家一方的华西村 一直是全国农村的典型 不过和小岗村的单干思想 截然相反的是 他则在传奇村之书 吴仁宝的代理下 走向了集体式的民间公司模式 据吴仁宝自己说 1978年的华西村 就已经有固定资产100万 银行存款100万 还存着够全村吃三年的口粮 这样的家庭对于日后 更加富裕的华西村来说 不值一提 可在当时可谓是令人瞠目见舌 而取得这样的成绩 除了表面上的农业之外 背地里其实还有不敢声张的 小工业在创收 早在1969年 吴仁宝就已经派人在村里 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 而这个小作坊式的工厂 利润惊人 仅在创办的三年后 就达到了24万的产值 和全村所有人拼死拼活 创造的农业产值一样 而毫无疑问 这个地下工厂 日后也成为了一种 特殊的乡镇企业模式的开端 如果说吴仁宝还有官职在身 占据了一定的集体主义优势 那浙江萧山的农民 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场 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的涌现 这种模式放在今天 简直再正常不过 就是私营企业 而在当时则走得战战进进 在违法的边缘不断徘徊 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 25岁那年借了4000块钱 拉上了6个人 办了一个农机场 在那个封闭且严密的计划经济时代 个人创业的难度简直犹如登天 农机场顾名思义就是要生产农机 可他一开始根本没有原材料 逼得鲁冠球没办法 只能去走街串巷收费同烂铁 后面东西造出来了 又遇到了政策打压 不过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鲁冠球凭借他的精明与坚韧 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 并且在1978年 他的厂子已经悄悄发展到了400号人 年产值能达到300余万元 并且令人钦佩的是 这位天才农民企业家 早在70年代就开创了基本工资 加出勤 加按劳分配的寄薪制度 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 鲁冠球的故事也极具代表性 这位学历直到初一的农民企业家身上 有着大部分中国人的共性与优点 聪明 勤奋 上进 在中国这块富人辽阔的广袤大地上 他们如同野草一般 只要稍稍给一点点阳光和雨露 他们就会逮住机会冲出泥土 然后迅猛而卖力地生长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除了外部机遇之外 这也是我们这40多年来迅速崛起的内因 因为我们拥有着全世界最勤奋 上进的人民 这一年农村的变化是暗流涌动的 人民公社制度正在瓦解 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正在孕育之中 另外我们还有最后一部分还没讲到 就是招商引资 这一年我们的经济部门开始广泛地寻求 外资引进的合作 中国粮油集团和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人 签订了一份协议 协议内容是 可口可乐被获准于第二年1月1号 首次正式来到中国 汽车方面 我们也向世界各大车企发出了邀约 希望他们来开拓中国市场 并传授转让一些汽车方面的技术 第一个来的是美国通用 双方深入谈判了许久 可最后却因为通用董事会的否决 导致合作戛然而止 而另一边 另一个我们更熟悉的汽车品牌 也来到了中国考察 并且最终达成了合作 它就是德国大众 这也导致后来的神车 桑塔纳奉明一世 成为了一代国人心中的经典形象 讲到这里 1978年也到了尾声 诚实地说 彼时的中国和世界还有着巨大的差距 比如当时离我们不远的东京 繁华程度令人扎舍 而我们则被政府呼吁要节俭行事 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袋子 要捡回家回收利用 还有当时美国的电视机普及率 已经超过70% 而我们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 电视机为何物 1978年 我们的飞机没有跑到 在草坪滑行 我们的炸钢厂 甚至还在用140多年前清朝的设备 我们的汽车更是连给桑塔纳佩林部件的技术都没有 许多年后 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在1978年 我们就清楚地知道 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 的确 这就是彼时的中国 落后 贫穷 但如今回头看 值得一再庆幸的是 那只是开始 而不是结束 是起点 而非终点 站在历史的拐弯处 我们这个封闭已久的老国家 再一次像个孩童一般 好奇地打亮着这个现代化的新世界 并且抱着深藏不露的雄心 朝着目标 奔跑 追赶 奔跑 总的来说 这是混沌初开又越越欲试的一年 在这一年 我们的国家 人民 制度 士气都已经蓄势待发 不可否认 前路的确依旧难走 但大家都做好了异常坚定的准备 只等待那一声发令枪响 然后开始千番进发 白隔阵流 历史已经这么一切 1978 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我生在1978 听人家说那一年的变化 很大很大 报纸上天天 讨论着真理的标准 安慰着农民 偷偷把地分了 北京城开了 一冬天的会 改革的心意 像春蕾一样奔发 1978 1978 开始 开始